这样做法是如法吗 在农历七月份是应该诵地藏经还是诵阿弥陀经比较正确 诵经都是好事情 农历七月是中国习俗里头的中元 中元节是诡计 那么离在自己修学之外 加持地藏经 这个是你的慈悲帮助物轨道 是这个意思 帮助物轨道防不妨害自己修行 不妨害 命呀 两立 懂得这个道理 至于你自己在这个月份里面 你是诵 无量寿经或者是诵阿弥陀经都可以 何时诸位要知道 如果只是诵经念经 有口无心 没有多大的好处 古人讲的嘛 所谓有口无心 口诵弥陀 心散乱 诵无量寿经 诵弥陀经 那个心还是有妄想 妄念纷飞 这个样子 有口无心 寒破喉咙也枉然 诵经一定要懂得经意 一定要能解 理解 理解之后要醒 那这个经的意思 你就真正得到了 所以经不是念的 经是教诲 教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真正能够依教奉行 把经里面的道理 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把经典里面的教训 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 这样子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我们的生活 工作 除世代人家 无 跟经典的相应 或者唯一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 决定往生的 这个道理啊 一定要懂 这个《地藏经》 《地藏经》 也要依教奉行 贵神才得利 单单是念 念我们自己不相应 心形不相应 鬼神的利益很少 如果我们能够在契约 特别加强孝道 《地藏经》是讲孝亲尊私 对老人对长辈 自己知道尊敬 对父母知道孝顺 那你念这个经就有功 正常自己的孝敬 然后扩大了 能够孝顺一切众生 孝顺一切众生 你就决定不会伤害一切众生 哪有孝顺父母和伤害父母 没这个道理 这个功德利益就属生了 第二个问题 它是修净土同修 是可以参加同修和其他居士 家亲眷属超度亡灵法会 家送地藏经是否家长 对于修净土法门 去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没有影响 如果这一位往生的人 这个临终的人 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临终的人就更殊胜 不但没有影响 对你有好处 因为你送一个人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 就真正成佛了 你帮助一个人成佛 你那个功德都大 这问题是 他是不是真的往生了 如果他真的往生了 你在一生当中 能够帮助两个人 真正的往生 比你自己一生修行的功德还要大 你帮助两个人成佛了 往生就是成佛 那你能够帮助十几个人的时候 这个佛报就太大了 大慈菩萨讲的 不是我讲的 我们肯帮助别人 我们临终的时候 有很多人帮助我们 这个一定的道理 所以这是好事情 临终祝念的功德无比殊胜 但是一定要如法 古德 有一本小册子 叫彻宗五经粮 那就专门教导我们 怎样送人往生 在祝念的时候 应该要遵守些什么规矩 写得很清楚 但这本书是文英文写的 民国出年 有人怕这个文英文越多困难 依照这个赤宗经粮呢 重新写了一部 内容大致是相同的 文字更前写 不要画文写的 叫赤宗须知 那么这个本子 我相信在台湾香港 流通都很广 那你要是帮助 就参加祝念 送人往生 这个小册子 一定要多看几遍 能够遵守这个规矩就好 这个是香港的刘居士问题 他有三个问题 他说学生刘玉金 请问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鱼南盆经 第二个是佛说 父母恩重南报经 第三个是佛说 长寿灭罪 护住童子陀罗尼经 电影版 这是魏西迪 是世界佛教会出版 因本社会 曾经流通过 本人也在社会 流通了一批 这个是的光碟 请问 以上诸今 是否违今 那曾流通 曾经流通 是否有罪 流通为经 确实是有罪过 误导众罪 这个 鱼南盆经 也是一般在中原界里面 超度亡灵的 鱼南盆经 鱼南盆经